认真讲好每一个故事,欢迎来到猎奇手册。 我们的故事主人公叫赵玉兰,1985年生于吉林长春的一个农村家庭,是家中最小的孩子,也是唯一的女儿。 她不仅长相甜美,还非常受家人宠爱。 从小就聪明伶俐,学业成绩也非常优秀。 2004年,赵玉兰考入了吉林的一所师范大学,毕业后在渔书市的一所中学担任语文老师。 2010年,通过朋友介绍,赵玉兰认识了宋宝珊,一位英俊潇洒的青年。 宋宝珊毕业于吉林工业大学,在父母的知识下创办了自己的网络公司,公司发展得很不错,年收入也相当可观。 虽然她是许多姑娘追求的对象,但宋宝珊对那些只看中她外貌和财富的女孩并不感兴趣。 2010年国庆节,宋宝珊的母亲电话中提到了赵玉兰,称她既美丽又有爱心,希望宋宝珊回家相亲。 在母亲的坚持下,宋宝珊回家见到了赵玉兰。 两人的第一次见面非常成功,长时间的交谈让宋宝珊深深被赵玉兰的气质和学识吸引。 不久之后,他们便坠入了爱河,并在2011年底步入了婚姻的殿堂。 婚后,两人的生活依旧甜蜜。 2012年底,他们迎来了他们的女儿。 鉴于公司的良好运营,宋宝珊希望赵玉兰不再工作,专心在家照顾孩子。 赵玉兰也同意了,她每天在家里带孩子,做家务,空于时间则上网聊天或玩游戏。 但渐渐地,赵玉兰对网络游戏产生了极大的兴趣。 其初,她只是为了打发时间而上网玩游戏。 然而,她越玩越上瘾,如果一天不坐在电脑前,她就会感到不自在。 她不仅在游戏中与人交流,还结识了一位游戏中的队友,昵称春情迷醉。 两人的关系迅速升温,在游戏中约定共同打怪升级,甚至在虚拟世界中举行了婚礼。 从那以后,他们就在游戏中称对方为老公和老婆。 那天,宋宝山刚从外地的工作回到家,心里还沉浸在一天的盲目中。 家里却出现了不寻常的一幕。 她的小女儿正躺在婴儿床上哭泣的撕心裂肺。 而她的妻子赵玉兰却坐在书房里,一心一意沉浸在电脑游戏中,完全没注意到外面的哭声。 偶尔还会对着电脑屏幕笑出声来。 这样的场景已经不是第一次出现了。 宋宝山的怒火在心头积聚,这一次她再也忍不住,冲进书房,情绪激动地质问赵玉兰。 你到底在做什么?整天沉迷于这些虚拟的游戏。 你难道没有听到我们女儿在哭吗? 赵玉兰这才似乎意识到外面的情况。 她连忙跑到女儿的床边,把女儿抱在怀里安抚。 宋宝山气愤地继续说,如果你在这样,我宁愿把电脑砸了,我真不知道你天天跑在电脑前有什么好的,连自己的女儿都顾不上。 赵玉兰显然对丈夫的责备感到不耐烦,她便解说,我又没有耽误你什么,我照顾好了你和女儿,剩下的时间我自己安排不行吗? 你每天那么忙,根本没时间陪我们,我难道连上网打发时间都不行吗? 宋宝山叹了口气,试图缓和气氛,我不是说你不能上网,我是担心你过度沉迷。 还有,网上有很多骗子,你跟人聊天时也得小心。 前两天我还听说有人被骗了,不仅钱被骗走,甚至他停顿了一下,表情严肃。 你知道的,你们女性有时太容易信任别人。 赵玉兰半开玩笑地打断她,放心吧,没人能把你老婆骗走的。 但宋宝山心里并不轻松,她咬了咬嘴唇,没有继续这个话题。 尽管这次争吵没有激烈展开,但两人的生活渐渐回归了瓶颈。 宋宝山依旧盲目,而赵玉兰除了照顾女儿,大部分时间还是沉浸在游戏中。 游戏里,她遇到了一个擅长玩游戏,同时也很会逗女人开心的游戏老公。 每当赵玉兰心情不好,这位游戏老公总能第一时间察觉到,用幽默的话语和贴心的关怀让她开心。 随着时间的推移,两人的对话也越来越频繁和亲密。 不知不觉中,赵玉兰开始向这位游戏老公吐露她与丈夫之间的不愉快,而对方也经常向她倾诉生活中的烦恼。 两人的关系从游戏内的互动逐渐转移到了QQ上,成为了彼此的知心朋友。 一天深夜,宋宝珊辗转反侧,决定到书房看看还亮着灯的电脑。 她以为赵玉兰还在玩游戏,却见到她匆忙关闭QQ,神色有些慌张地回头看向她。 这么晚了,你还和谁在聊天呢? 宋宝珊的声音里带着明显的怀疑,赵玉兰急忙解释说那只是一个普通的朋友。 宋宝珊看着妻子紧张的表情,心中有所决定。 她轻拍了拍妻子的肩膀说,已经很晚了,我们睡吧。 夫妻二人便各自上床休息了,但宋宝珊心里的疑虑并未平息。 这之后,宋宝珊决心要找个机会查明妻子究竟在和谁秘密聊天。 正巧这段时间,她的母亲也在他们家里住。 有一天,母亲拉着她说,你媳妇总是在电脑前和人语音聊天,孩子都是我在看着, 不知道她都和谁聊天的,这让宋宝珊更加确定,妻子可能真的在网上有了情感纠葛。 一天中午,宋宝珊回到家,对母亲说,妈,我得查查电脑上有什么,你带着兰兰和宝宝出去转悠一下,三点前不要回来。 吃过午饭后,母亲带着赵玉兰和小宝宝出门了。 宋宝珊趁机打开电脑,登录了妻子的QQ。 由于密码已保存,她轻易就进入了账户。 她刚上线,一个名叫春情迷醉的网友就发来消息, 老婆,你怎么才上线,老公想死你了。 宋宝珊心中一怒,但她没有立即回复,而是开始查看之前的聊天记录。 聊天内容让她愈发愤怒,尤其是妻子的网名放荡的乖乖女和昨晚的对话。 其中妻子说,亲爱的,你昨天晚上怎么没上线,我心里七上八下的,好想你。 对方回复说,昨天那个臭婆娘让我带她出去逛街,没办法。 宋宝珊起得手都在颤抖,继续向上翻看对话记录。 他们的话题从关心对方的身体到无休止的甜言蜜语, 聊天记录中充斥着情侣间的亲密和玫瑰花表情。 在愤怒中,宋宝珊回复离句, 娶你妈的混蛋,别再勾引我老婆,不然我不会放过你。 对方回应的轻调态度更是火上浇油, 哎呦,原来你是我老婆的老公啊,失敬失敬。 你虽然肉体上占有她,但她的心属于我。 我们俩井水不犯河水。 宋宝珊愤怒地回复,放你妈的屁,出来见面, 看我不整死你。 对方却以一种调侃的口吻回复, 兄弟,别生气,我们以后不联系就是了, 但你得答应我,别对她动手。 这番话更是激起了宋宝珊的怒火, 但对方已经下线了, 留下她一个人在夜深人静的房间里, 拳头紧握,心中充满了复杂的情绪。 那一天,宋宝珊心中满载着忧虑和怒火, 坐等着妻子赵雨兰和她的母亲 还有小女儿一起回家。 她决定今天要把事情弄个水落石出, 一定要让妻子戒掉这段不切实际的网络情感。 两小时后,家门口的声音打断了她的思绪。 赵雨兰带着轻松的步伐走进了家门, 但宋宝珊的脸上却是严肃的表情。 她没多话,直接切入正题, 你告诉我,你那个网友是哪里的人, 我要亲自去找她。 赵雨兰显然没有预料到会被这么直接的质问, 但她很快镇定下来, 淡淡地说,我网上的朋友多了去了, 遍布全国各地。 我们只是随便聊聊天, 你不必太当真。 如果你真的不介意, 那我现在就断绝与她的联系。 赵雨兰边说边带领宋宝珊来到电脑前, 手法熟练地将那个名为春情迷醉的账号拉黑。 然而, 宋宝珊的这次网络抓尖行动, 并未让赵雨兰真正收敛。 她和那个春情迷醉的联系并未就此结束, 反而更加隐秘地继续在新浪的UC聊天室中交流, 甚至又建立了一个所谓的温馨小窝, 作为他们精神上的栖息地。 在宋宝珊看来, 赵雨兰的行为已经远超过了普通网友的范畴。 她后来还发现了赵雨兰的多个网络老公, 虽然她面前一个接一个地被拉黑, 但赵雨兰总能找到方法继续与他们保持联系。 这件事成了宋宝珊和赵雨兰之间争吵的导火索。 每次争执都是声音高昂, 情绪激烈。 宋宝珊感到这种状况无法长久, 决定必须与妻子好好谈谈, 希望她能收回心来。 于是, 在一个周末, 她选择了两人初次约会的那家小餐馆, 希望这份怀旧之情能唤醒妻子的心。 然而, 赵雨兰显得非常不耐烦, 对宋宝珊的一片苦心不屑一顾。 坐下后不久, 赵雨兰就表达了她的不满, 你知道吗? 你老是偷看我的聊天记录, 这是侵犯隐私, 很不道德。 宋宝珊心情沉重地回应, 我知道, 这不好, 但我更担心你迷失在网络的虚幻情感中。 如果你感到孤单, 我愿意花时间陪你, 无论是聊天还是逛街。 赵雨兰冷笑道, 你太小题大做了, 我和那些人只是聊聊天而已, 你何必这么紧张? 宋宝珊怒拍桌子, 我无法忍受你整天和别的男人在网上调情。 我听到键盘的敲击声就心烦, 有时候整晚都睡不着。 赵雨兰的情绪也激动起来, 我们之间还有什么好谈的, 我们的话题越来越少, 分歧越来越多。 我的精神寄托早已不在这里, 而在那些虚拟的世界里。 这顿饭吃得非常不愉快, 宋宝珊最终愤然离席, 连饭都没吃完。 当宋宝珊回到家后, 情绪已经沉重到了极点。 他没有与任何人交谈, 仅仅是关掉了手机, 随手打包了几件衣物, 便直接前往长春的一位老友家中寻找片刻宁静。 在匆忙离开之前, 他在妻子的QQ留言板上敲下了一段长长的文字, 表达了他的失望和心痛。 这么多年, 你和女儿是我生活的全部, 我从没想过, 有一天, 你, 我的精神支柱, 会成为别人的情感寄托。 这种转变对我来说太突然, 让我无法接受。 你总说我小心眼, 只是你在网上随便聊聊天而已。 但当我看到你称呼那些网友为亲爱的老公时, 我震惊了。 这些称呼应当是私密的, 仅属于我们。 从你开始沉迷网络之后, 我们的争吵越来越多, 你的心似乎不再属于我, 我希望有一天你能从这虚拟的世界中解脱出来, 也许那时我们还能找回曾经的温馨。 然而, 这段文字并未触动赵玉兰的心。 两周后, 宋宝珊重返家中, 却未见到妻子有任何喜悦的迹象。 家中一片混乱, 客厅乱糟糟的, 厨房堆满了味精里的方便面盒子。 他们的小女儿看起来很是凄惨, 头发乱蓬蓬的, 脸上脏兮兮的。 宋宝珊气得全身发抖, 他带着怒气将赵玉兰拉到客厅, 指着满地的垃圾和乱七八糟的家, 看看这是什么样子。 你这还像一个家吗? 你还像一个负责任的妈妈和妻子吗? 你连基本的家务都顾不上, 还谈什么精神支持。 他的愤怒未减, 又拉着赵玉兰到厨房, 指着方便面盒子愤怒地质问, 你自己随便吃点还就算了? 你有没有想过我们的女儿, 你还配做一个母亲吗? 宋宝珊的情绪如火山爆发, 我现在告诉你, 最后警告一次, 要么和你网上的所有情人断绝关系, 要么我不保证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赵玉兰看似对丈夫的威胁不以为然, 心不在焉地开始随意清理厨房, 似乎对宋宝珊的愤怒视而不见。 宋宝珊洗了个澡, 试图平复心情, 但躺在床上的她辗转反侧, 无法入眠。 没多久, 她并听到隔壁书房里又传来键盘敲击的声音。 她再也忍不住, 冲进书房一看, 果不其然, 赵玉兰又在和网上的情人们聊得热火朝天。 愤怒之下, 宋宝珊从卫生间抄起一把斧头, 步步紧逼, 最终将电脑主机狠狠砸毁。 她红着眼睛对赵玉兰说, 如果下次再这样, 我不敢保证这斧子会不会落在别的地方。 第一次, 赵玉兰真正感受到了丈夫的愤怒和绝望。 她没再反驳, 默默地回到了卧室, 而宋宝珊则在客厅里度过了一个不眠之夜。 赵玉兰最近的状态可谓是行销鼓励, 她的精神似乎全然不在现实中, 连对女儿的关心都显得心不在焉。 每天夜里, 她在床上辗转反侧, 难以入眠, 整日里也是提不起半点进来。 一天早餐后, 赵玉兰没有像往常那样在家陪女儿玩耍, 而是带着她匆匆出了门。 他们并没有去公园或是其他孩子们喜欢的地方, 而是转了几个街区后, 赵玉兰带着女儿走进了一家网吧。 在那里, 她迅速登陆聊天室, 向网上的老公们倾诉了最近家中的种种不愉快, 包括丈夫的嫉妒和控制行为。 聊天室里的人们对宋宝珊的行为纷纷表示指责, 说她的心胸狭窄, 几乎是封建残余的化身。 通过这些交流, 赵玉兰感到了短暂的慰藉。 几天后, 她没有征求宋宝珊的意见, 悄悄用自己记载的私房钱, 在商场买了一台新笔记本电脑。 每当宋宝珊上班离开家时, 她就打开笔记本, 重新沉浸在虚拟的情感交流中。 在她心中, 家庭和丈夫已经不再是重心, 她的思绪全都飘向了网络中那些虚幻的亲人。 甚至在与宋宝珊亲近的时候, 赵玉兰的脑海里浮现的都是网络中的那些人。 她甚至会在亲密时呼唤那些网恋对象的昵称, 这让宋宝珊感到十分刺耳。 宋宝珊意识到, 妻子口中那些肉麻的话语从未在他们的生活中出现过, 这无疑证实了她的猜疑, 妻子的心已经彻底背离了她。 时间迅速流逝, 转眼间已经是2014年的国庆节。 公司放假期间, 宋宝珊每天浸泡在酒精中醉一生梦死。 她感受到赵玉兰对她的完全模式, 仿佛家中根本不存在她这个人。 在这种被极度忽视和内心的孤独中, 宋宝珊的心中滋生出了绝望和愤怒。 一天夜里, 最久的宋宝珊突发奇想, 认为只有通过极端的方式, 才能结束这段痛苦的婚姻, 重拾作为男人的尊严。 她脑海中浮现出了一个可怕的念头, 杀死赵玉兰, 以此消灭所有的网络情敌。 被这个念头驱使, 宋宝珊开始筹划这个不可思议的行动。 11月20日, 她购买了一把锋利的尖刀, 并将它藏在了床底下。 半夜时分, 她突然发现赵玉兰不在床上。 她悄悄地来到书房门口, 通过门缝看到妻子正沉迷于 与网络中的人聊天, 脸上不时露出开心的笑容。 宋宝珊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背叛和愤怒。 在激动和失望的驱使下, 她无声地走到妻子背后, 手中紧握着尖刀, 几乎是在无意识中, 她挥刀向妻子的后心刺去。 赵玉兰惊恐地回头, 眼中充满了不解和恐惧。 我给过你多少次机会, 而你却一次次伤害我。 宋宝珊怒吼着, 再次挥刀, 这次更加狠狠地朝赵玉兰辞去。 在这一瞬间, 一切都定格了, 赵玉兰倒在血泊中, 而宋宝珊站在那里, 手中的刀子滴着冰冷的血滴。 在那个冷清的夜晚, 宋宝珊的内心充满了痛苦和绝望。 她离开了书房, 在自己的卧室里换上衣服, 然后颤抖着手拨打了报警电话。 2014年11月21日, 警察赶到现场时, 宋宝珊的书房门大敞着, 赵玉兰仰面躺在地上, 胸口插着一把血淋淋的尖刀, 四周一片凄凉。 宋宝珊立即给母亲打电话, 声音哽咽地请求她赶来, 带走他们的小女儿。 母亲听闻喜遭遇不幸, 既震惊又悲痛, 慌乱之中赶到了儿子的家。 她泪眼朦胧地质问宋宝珊, 为何要走上这条不归路? 警方很快到场, 将宋宝珊铐上手铐。 在被带走前, 宋宝珊跪下来, 轻轻对女儿说, 宝贝, 要听奶奶的话, 长大后要做个好女人, 不要像妈妈那样沉迷网络。 她转向母亲, 眼含泪水, 妈, 您辛苦了, 替我好好照顾孩子。 儿子没能做到孝顺, 让您担心了。 说完这番话, 宋宝珊含泪跟随警察离开了家。 2015年3月, 吉林省渔书市中级法院审理此案, 因故意杀人罪判处宋宝珊死刑, 缓期两年执行, 此案引发了社会对现代科技和家庭关系影响的广泛讨论。 随着网络技术的普及和深入人们的生活, 更多的家庭面临着类似的精神和肉体分离的问题。 许多人认为, 手机已经成为现代社会的精神鸦片, 不少人对手机的依赖超过了对任何物质的依赖。 精神上的出轨往往是肉体出轨的先兆, 而肉体的背叛往往源于精神上的背离。 这种现象反映了当代社会中人际关系的复杂性和道德困境。 精神与肉体的统一在道德伦理中至关重要, 将它们割裂开来探讨, 往往无法深刻理解个体行为的动因和后果。 在这样的背景下, 社会对这种现象的反思和讨论显得尤为重要。